热点时评 拜登与习近平将于G20峰会前举行会晤 作者 凯蒂·罗杰斯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凯蒂·罗杰斯是纽约时报一位白宫记者 报道拜登政府 华盛顿文化和美国国内政策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周一 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会面 拜登和他的顾问表示 随着在台湾和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这次会面的重点是与中国设定合理的预期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总统将出席在埃及举行的气候会议 并于本周到达柬埔寨 两人会面将在那之后进行 在柬埔寨 拜登计划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 作为加强关系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这可能有助于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周四的简报会上告诉记者 拜登将与习近平坐在同一间屋子里 一如既往地以直接和坦率的态度与之交谈 并期望习近平也是如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 也强化了总统在周三发布会上表达的立场 及他不会就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做出根本性让步 中国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不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 预计拜登和习近平还将讨论贸易 人权和朝鲜问题 政治家拜登相信面对面交流的力量 安排这次会面 使他有机会与这位领导人重新建立边界 他更多将对方视作一个冷战时期的敌人 而不是他曾经认识的 心存疑虑的竞争对手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十多年前 那时他们分别是副总统和副主席 从那以后 习近平在国内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 作为全球对手变得更具对抗性 尽管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几乎没有离开中国 拜登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想在与中国的工作关系中划定红线 评估美国的关键利益 并确定他们是否相互冲突 如果冲突要如何加以解决 人们没有抱太大期望 周四上述白宫高级官员称 这次会议是在美中关系中建立底线 并表示总统会坦诚地表达他的担忧 两国领导人会晤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当中 没有谁在台湾问题上 采取了比拜登更为大胆的立场 他曾四次表示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军将保卫台湾 尽管其他美国官员坚称这不是正式政策 随着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改变现状 总统继续派遣美国海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 他的政府还推动台湾储备武器 成为能够阻止人民解放军入侵的豪猪 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 他在与中国就美国在台利益进行对话时 始终是直接和坦诚的 但习近平在警告中使用了更强势的语言 据中国外交部称 他在7月的一次马拉松市电话会议上 对拜登说玩火者必自焚 自拜登上任以来 他与习近平进行了五次会谈 强调了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 一起度过的时间和走过的历程 尽管他的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制约中国提升其技术和军事野心的能力 这些努力引起了北京的强烈谴责 拜登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写道 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 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 五角大楼上月底发布的一项国防战略 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强调了其加强核武库的努力 不过 拜登政府表示 希望习近平能够接受合作 阻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拜登和他的顾问们建议 随着朝鲜增加导弹试验 并在朝韩边境附近部署战机 两国可以共同努力对抗朝鲜 全文完